大家好,我是小年 国漫和日漫一直都是一个争议点 有人认为国漫崛起了 有人认为日漫无法超越 却很少谈及美漫还有韩漫 在03年,韩国花费巨额投资总计超过120亿韩元 耗时六年打造了一部超科幻的动画电影 今天我要跟你们讲的就是这部巨额投资的韩国动画 晴空展示 在不久的将来,由于环境恶劣,气温不断升高 终于一天天空下起大雨 但却是一场有毒的雨 而且持续下了100年 人们为了避难利用遗传工程建造了一座城,一颗邦 人们称之为避难所 而这个避难所的运行机制竟然是利用污染物维持的 外面的人只要这个城市的存在 纷纷赶来求救,希望能够收留他们 这个城市的总督就把他们无情地赶了出去 有多多的雨水让许多人都死了 幸存的人被城主收留作为工人 在城中最底层挖矿 工人们也需要留在城中生存 而那些高层也需要工人采来的矿石供给城市运转 他们相互依赖,只是有的人获得了多,有的人获得了少 博士卢克斯是负责挖矿的监督者 工人们的工作环境受到生命危险 博士也不管不顾 导致工程员料发生泄漏 产生了大爆炸 一个发动机被毁 博士只是关心 唉,又失去了一个发动机 却不关心底下正在工作的人 工头找到博士说自己要停工 以保证他手下的工人们生命安全 但博士不同意 老了工头切断失去发动机 发生爆炸的那段甲板 然后其他的工人继续工作 工头不答应并且要罢工 博士恼羞成怒开枪打死了他 工头身边的小跟班被下了屁股尿溜 为了保命 赶忙去执行博士的命令 他切断了那段受损严重的甲板 甲板上那些来不及出来的人 都纷纷地随着甲板落入了海中 博士被砸死,就是被淹死 博士身边的女孩杰伊 并不赞同他的做法 但是也没有权利阻拦他 博士让杰伊先回去自己来处理后去的事 杰伊在回去的路上 遇到了儿时一起成长的朋友西蒙 他们一起去了百年庆典 在庆典会场 西蒙感觉有人在监视着他 杰伊满年的匹配 西蒙安发先回去休息一下 二人分开后 会场上一个戴面具的少年 开始了他的行动 他穿过重重围墙 来到城市核心区域德洛斯 利用提前有人给他准备好的东西 进入了城市核心区 也顺利地拿到了核心文件 但核心区域也是戒备森严 监控密布 虽然他拿到了文件 但也触碰了警报机关 监控中心把入侵者信息 发送到了指挥者西蒙 西蒙带着安全组的队员 开始了搜查 杰伊也是警员的同温市医 随即也赶了过来 少年奔跑着来到污水管道处 似同交池的管道 让少年分不清方向 但他发现了其中一个管道处 被一阵阵的风吹起了涟漪 于是就跳了下去 来到了城市的同风扣 穿过了大风扇 来到了城市的外围 这里有沿着城市外围细小的管道 少年沿着城墙 跳进了一间文物馆 西蒙带着队员 追到城市外围的高墙上 便跟丢了少年 杰伊因为是后来才赶来的 所以没有和西蒙一对 他根据接凤组的跟踪信息 通过自己对从事 内幕各个管道的熟悉 提前到达了文物馆 然后悄悄地进入了馆中 和少年来了一场对峙 过程中 杰伊把手铐戴上了少年的手腕上 另一头锁在自己的手腕上 杰伊趁机 还把少年的面具戒了下来 只不过 他没想到竟是 儿时自己喜欢的人 舒雅 在杰伊恍惚之间 舒雅捡起了地上的手枪 打断了二人连接的手铐 在西蒙小队来进之前 舒雅跳窗逃走了 舒雅赶来后 询问神经呆滞的杰伊 有没有看清那个人的脸 杰伊撒了个小谎 说没有看到 而后捡起地上的面具 和自己的手枪 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看着面具 杰伊先动了儿时的回忆 杰伊和舒雅 舒雅都是被宠都大人 进行挑选进来都市的人 他们一起在城市里长大 舒雅跳的时候 就很吉林顽皮 那天 他带着杰伊来到城外 舒雅 舒雅给他看一样东西 捂着杰伊的双眼 来到了城外的草地上 清晨的空气很新鲜 舒雅放开了双手 让杰伊看见了一个 拥有蓝天的早上 杰伊从来没有看见过蓝天 这是他第一次见到 于是高兴地亲吻了舒雅 但是蓝天也只是那一伙 没过多久 蓝天又被黑蒙蒙的烟雾 所遮盖 舒雅还告诉杰伊 在不久的将来 他要去植布罗陀 那里的天空一直都是蓝色的 杰伊也想去 一直恳求舒雅 能够在自己一块而去 只是后来发生了一些变故 这个承诺也一直没有兑现 后来舒雅逃回到自己的家中 把获得核心文件 交给了努斯博士 努斯博士原来也是城中的工作人士 只因为努斯博士提出 要把城中能量都毁掉 城市才能恢复 往日的生机 重现南天白云 让城外的人们也能够生存下去 但是城市高层总督等人 不愿放弃在城中特权的地位 拒绝了努斯博士 还对努斯博士赶尽杀绝 只悟他们没有想到 博士活得下来 文件核心被解读出来 城中的破产之渊 消耗也几乎殆尽 接下来的事 就是去释放城中的能量 这个任务自然也落到舒雅的身上 这时天已经黑了 舒雅要把自己的弟弟伍迪 从魂魂手里接过来 吴迪是一个五六岁的小孩子 舒雅把他接过来的时候 吴迪先从背包里拿出了一个散轮 可以帮助哥哥完成滑翔机 兄弟的人虽然是相依为命 但是舒雅还是教育自己的弟弟 不许偷别的东西 现在的舒雅正在准备滑翔机 一直在帮助自己顺利的进入城中 滑翔机也一直在准备着 已经出具模型 就等出发的那一天 而舒雅的入侵也进动了城市的高层 或是卢克斯指着西蒙安保不利 那不乏入侵者入侵的核心区 西蒙分析道 入侵者在城中什么也没有拿 只拿取了核心文件 但那也是鲁斯博士一直想要的 所以西蒙怀疑鲁斯博士还活着 而且就在底层的某个角落 总督大人对西蒙的分析也不否认 但是西蒙的安保确实不利 所以总督大人让西蒙继续去追查入侵者 散会之后 总督大人让鲁克斯博士留下来 为了以防鲁斯博士入侵 他让鲁克斯博士去让军队进入城中随时待命 其中也有部分军队到底层 首罗入侵者 在街上的苏亚用一个木板掩盖而过 由于上乘的军队经常欺压底层 底层的部分民众也打算对抗他们 他们手中有枪支有火箭筒 但军队里还有杰一 而杰一恰好就在前面 苏亚看到杰一后 立刻骑上自己的摩托车 重向了持有枪支的人 为杰一开出了一条路 苏亚骑上自己的摩托车 到了自己居住的地方 杰一也追了过来 他们的船内相聚 精进地拥抱在一起 但这一切都被西蒙派去的 另一位女警察跟踪 看到了 莫非街头混混也来到了这里 西蒙派去的女警察 说不定已经将他们干掉了 女警察回去报告了西蒙 在看到是舒雅后 西蒙便起了杀心 因为小时候 西蒙、舒雅和杰一是一起长大的 西蒙喜欢杰一 但杰一却喜欢舒雅 一次一个警察则虐待舒雅 杰一因为惊吓混了过去 旁边的西蒙却暗自偷笑 到了最后才阻拦警察 警察将西蒙甩出去的时候 吃正的匕首也掉了下来 西蒙截其匕首刺向了警察 警察身亡 西蒙却诬陷给舒雅 并将其踢入了海中 西蒙以为舒雅已经葬身大海 却没想到她还没有死 并且还和杰一相见呢 于是夜晚 西蒙就派出一支警察小队 去船上偷袭舒雅 但舒雅在睡梦中做噩梦惊醒 察军有人进来 就早已脱身逃跑 没有找到人的警察找回了船 而在酒吧里 混混头目找到了舒雅 要求和他合作到部队里偷车 再去卖到黑市 舒雅没有答应 他就走了 于是混混头目带着混混 决定自己干 他们去了部队禁区 利用偷袭 搞到一辆车 但是他们没有想到 车上是有定位系统 等他们看到了黑市 警察也随之而来 伍迪和鲁斯博士的女儿 也在这里 混混虽然不务正业 但也不滥杀无辜 他们把鲁斯博士的女儿藏后 以后就去和警察火拼 等火拼结束 黑市里的混混生存下来 只有几个人 而且还受伤严重 杰伊在一角落 找到努斯博士的女孩儿 而舒雅也找到了伍迪 西蒙及时赶来 担下了他们 并且和舒雅打斗了起来 很快舒雅就处于下风 打斗中 他们还你一言 我抑郁地说着 当年警察被刺死的真相 而杰伊也到了门口 听到了真相 杰伊只是梦梦地挡住了舒雅 让他们离开 西蒙想要解释什么 但是 杰伊已经决定 要离开这里 和舒雅在一起 而在混混里面 这卡车就冲向了城市里的高层 而舒雅也开启架的滑翔机 越过的城市 飞上了能量口 谁知 路格斯他们也派兵 把守在这里 就是料到他们会主动进攻 可混混的火力很弱 警察那边既有机枪 也有坦克 很快他们就坚持不住了 混混同步舍生取义 拿着导弹 撞击了坦克 而坦克 已经被炸飞了 混混里面 只幸存了一个人 这边的战斗 给舒雅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可是 直到舒雅释放能量到一半的时候 就被埋伏在这里的希蒙用枪打中 清晨 杰伊醒来后发现舒雅留下了纸条 杰伊就驾驶摩托赶了过来 看到杰伊的阻拦 就想不去手 可恨的是 路格斯博士却在背后放冷枪 穿过希蒙胸膛打中了杰伊 能量释放已经发挥作用 所有人都像在真空一样漂浮 所有人都以为舒雅要失败的时候 希蒙漂浮到路格斯博士后面 打死了他 还帮助舒雅把最后一步做完 能量路口自带了一个保护罩 但是希蒙选择不进去 因为他想杀了人且一缺阻拦 但自己又不可能看着自己喜欢的女生 和别的男生在一起 所以 希蒙选择在外面 和城市的一切 在能量爆炸的一瞬间 化为灰烬 能量的爆炸 重播天际 将从中黑雾 重播开来 地球恢复以往的蓝天白云 人们再也不用遭受 毒与水的迫害 看完后觉得怎样 在强大的宣传造势下 这部电影还未上映 就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是因为 它算是全球首部2D加3D 加什么微型核心拍摄的动画电影 反正就是特别牛逼的 主要强的就是90分钟 全部运用 而不是在高龙片段 才进行制作 有人说这部电影 超习了功效机动队 以及保卫者 我个人认为并不能这么说 毕竟前空的主题 是在爱和幻想 再加上环保的主题 略为其致 看了一下吐槽的人 都是在说战斗场景的模仿 呃这个 能不能说是致敬 更为头当 况且 对比两部作品似乎相似度 也具有保卫者 还凑合一些 秦宫暂时 无论是在故事背景 和划分的设定 都实属一流 但在好的作品 都能调出此来 我认为评分不高的原因 还是剧情的发展 过于缓慢 我是少年 一位明年又可爱的 97年男孩 如果喜欢我的写说 请点个关注 你们的评论 少年都会观看 在时间允许下 尽可能的回复 感谢你们的支持和建议 那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